之前弹导轻型棉服的视频推出后 有些朋友反馈这件产品哪哪都好 但就是版型穿起来太像老干部 我一不够老也不是干部 同时我还是个想谈恋爱的学生 小一千的价格确实有点冲不动 能不能给我们推荐点性价比更高更有型的冬季棉服 那么这次它来了 这件三副plus轻型多功能棉服 一上身就让我感觉到惊喜 看这个修身剪裁 充满设计感的拼接缝线 穿上感觉蓬松度还不错 而且这件衣服的细节设计非常用心 我们接下来详细说 这款棉服的面料 使用的是防泼水防油的特弗龙面料 从此不用担心 我吃着火锅唱着歌 哭汤一下掉水里 并且这个面料宣称不易褶皱 同样从压缩袋里拿出来 并且棉服plus面料 更加能让你找到女朋友 该棉服填充的是三木新雪莉 80克中蓬松度 轻薄柔软的高效暖绒 据说是新雪莉最接近P棉金标系列的产品 而且这款棉服不仅身体部位 连袖子和领口都填充的是一样的80克暖绒 因此这款棉服对于脖子的包裹感 是目前我们穿过的棉服中最好的 对比单导清新棉服和Atom的话 如果在10度以下的环境 就必须考虑加一个微薄或者微筋 来防止进风了 同时还得益于领口后方有一块薄抓绒 来提升舒适感和辅助散热 拉链顶端也有一块抓绒和挡片 增加下巴部位的舒适性 以及防止冰冷的拉链头碰到下巴或者夹住胡子 拉开拉链 这里有一行冒险在呼唤你的英文提升了调性 而拉链这个挡片是一直延伸到末端的 防止枪锋从拉链的缝隙中灌入身体 拉链头均采用YKK拉链 拉链绳感觉也是小小精致 同时从这里的打枣可以看出做工也挺细致 下摆有弹力抽绳 因此这里采用的是更加耐磨的格子面料 同时左右两端都有可单手收紧的下摆条件拉绳 扣进的惊喜度感觉也是大排着做工 两侧口袋处均增加了这样的格子面料 防止拉链夹住面料 这一看就不是超西ATOM的 因为ATOM棉服口袋内侧还有一块这样的面料 而口袋内部与ATOM一样有一块薄抓绒 来增加手部的舒适感以及防风 与这相比弹导清洗棉服不能说细节设计很差 只能说根本没有 同时我们对比发现ATOM和三副棉服的插手袋 均是在填充棉衣里 而单倒棉服的插手袋是在填充层的上面 插手袋内也没有抓绒层 也就是说手在插手袋内 面对外界只有一层单倒面料 因此冷的时候穿单倒棉服 不能帅气的将手插口袋里 只能这样保暖 看来这个关啊 还真不是好道理 而三副棉服因为这样的拼尖袖口更紧 从而具有更好的防风性能 像这样暖手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袖口呢 我们觉得不能说是魔法ATOM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既然说到ATOM LT 我们不得不跟这款通缉产品来好好对比一下 先说下重量 三副PLUS清洗棉服S号重量为390克 ATOM LT的S号为345克 为什么ATOM LT多了个兜帽 还轻了45克呢 我们查了下 因为三副PLUS充的是每平方80克级别的揉物 而ATOM LT仅为每平方60克级别 因此ATOM LT比三副PLUS清很正常 但三副PLUS比ATOM LT更暖和也很正常 我们自身穿着体验也是如此 明显保暖性能比ATOM LT高出一个级别 ATOM LT感觉上冲的容非常少 而三副PLUS在某些部位会给你 犹如羽绒服的蓬蓬感 我们在10度左右的室外静态实测 在军内里只穿一件单一的情况下 三副保暖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ATOM LT问题一点儿保暖都没有 不过这里我们也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件老ATOM LT已经有7年了 多次洗涤后容的蓬松性应该下降挺多的 从设计上来说 ATOM LT还是户外服装的取向 整体松滑并不修身 而三副PLUS这件棉服 版型修身且采用立体裁剪拼接的设计 至少穿着比老干部欢迎多了 而且各方面细节拉满 材料配件工艺均有大牌品质 面料上ATOM和三副两款结实防泼水 不过三副采用特弗龙面料 多了防油污和防皱 但这件已经有7年的ATOM LT 竟然DWR涂层仍然如初 不得不佩服十足鸟在工艺和技术上的实力 整体材质的感觉 三副也确实更加柔软硬挺和触感高级 勾丝和起球这些问题穿了一招暂未发现 但这件陈年ATOM LT上 我们确实发现勾丝和起球的毛病 从里料查ATOM和三副应该都是 脱柜的防钻绒面料 ATOM里料有格子纹应该是抗撕裂的 三副里料触感更光滑 两者均是聚水的 但是很负责任的说 从我们的经验上来讲 单一穿着舒适性两者应该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们在室内温度18度的环境 身穿短袖进行多次穿着轻肤测试 ATOM穿上后20秒 整件衣服给我们的感觉还是冰凉的 而三副仅需10秒 基本上你就感觉不到寒冷 这一点竟然跟我们穿单导棉服的体感差不多 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所以这件棉服的理料虽然跟ATOM一样聚水不排汗 但是这个理料的温度传导速度 应该比ATOM好接近单导的理料水平 因此在10到20度这个温度区间 内穿短袖T恤 三副和单导清新棉服的静态保暖和舒适性是很接近的 从散热上来对比 由于理料聚水的关系 所以动态保暖排汗不佳是意料之中的 三副填充更厚的容 但没有像ATOM LT在腋下和体侧使用抓容来排汗散热 我们在超过22度以上的环境中 会有比单导棉服更强的闷热不透气感 但对比ATOM LT具体如何 我们会在下一期棋客实验室 对多款品牌棉服的保暖 散热 防风 压缩等各方面性能 做出更详细的横向对比测试 暂且这里就把散热问题 当成我们目前能找到的这件棉服唯一的缺点 所以如果你冬季经常需要穿着棉服跑步骑行什么的 建议你还是先别着急买 从价格上对比ATOM LT官方售价2600元 而即使海淘一般也在1500元左右 那你觉得各方面对比ATOM LT并不输的 森服清新棉服要多少钱 而这款棉服官方售价仅需438元 这个价格对应这个用料 绝对可以算作棉服界的性价比之王 并且我们再给你个充的理由 从现在开始 围棋一周GEEK旗开价仅需319元 全年最低价 这次你不充真的是亏了 所以相比十足鸟的ATOM LT 除了品牌的认知度 从产品方面 我真找不到一个推荐你买ATOM LT的理由 对比了这么多之后 我们自己都找不到一个再穿ATOM LT的理由 因此我们已经在视频发出前 将这件ATOM LT卖掉了 要说这十足鸟真保值 挂出去仅仅半个小时就被拍了 你会况时 买件十足鸟 它陪你风花雪月 你落魄了 卖了十足鸟 它让你不会饿死 好